十相的居天中,大器环形于四围,行在器里周围无尽, 择阳者为外以为故,因者持终而不渝, 刚者周行以为度,柔者自保而不劳, 故未须终善那,墙外能充之道, 辟诸弃物,终须能容,外顾不语, 此相须成用,而交易已至于道者也, 一知卦象最善者,莫过于中福, 中福即中和也,外刚已成其中, 内容已达于何,如人性请两正,体用奸善, 则在己克止至善,已成其性, 在悟克明敏德,已推其道, 此圣公王道,人至备至者也, 故约终福,而已亦有四焉, 已虽应多于养,而养贵, 取物以养性,而性不易于物, 因情已见道,而道不必于情, 是能福中福之义,而成以养之道也, 夫仪之卦象,前以事于事科, 事科以离何证, 九四易养,如物在余中, 是人之实在口中, 即以养生未易也, 一则已更易离,中连四因, 既非如事科之含物, 不得为口识之相, 而反是为养者, 是非重在时也, 食或重义, 亦非必在口中, 虽非口含有物, 而仍不失于养, 则已口吾济句, 即有食物之用, 虽不见其时, 而必须可知, 故此明世之曰, 观仪自求口实, 言济有余, 自呆于时, 虚者善受, 则不容其袍瓜之戏, 则不容其袍瓜之戏, 而不求食也, 既智在求食, 则竟不见其时, 如是科之含物, 而可测其必充盈之用, 以达夫养之之道, 事实不识, 不再见物, 而养之有待于时, 以圣明, 故宜不图聚也, 为食而有义, 为养而有食, 事宜者养也, 用乙即以臣其养, 无养不足以福宜, 无疑不足以称养, 而养之为道, 亦非徒仪, 为一物为养用, 而所养不止于疑, 则以疑之为物小, 而取泪大, 为民静, 而包亦广, 求口实亦语, 企图甘肥之事, 耻舌之谋已灾, 夫亦有生意存焉耳, 故众在观, 观卦以二良明于上, 而彼于日月中天, 照及一切, 物无遁形, 乃明观, 阳在上也, 移之上摇一阳, 光明下灵, 万物痛险, 其下又有阳已映之, 如日月对明, 静逐相舍, 其光亦大, 其观月轻, 则所已辨于性情别于善恶者, 并审, 而所已则于物, 置于养者, 并宜, 此虽已一味求口实之养, 而所重则在养之得正否也, 故传约, 以养正也, 蒙卦子, 蒙以养正圣公也, 经以卦亦为养正, 足见于之为养, 直策始终, 其初为生命之需, 口腹之养, 其智则信道之学, 圣贤之养, 义以贯之, 愿无二致, 养正云者, 以卦相言, 始终阳刚, 内包阴柔, 阴柔本物欲之类, 阳刚通信天之真, 是以拳卦六摇, 性情天人, 守莫忠实未尝,